現在老師們都安裝完了之後,也可以順利執行了 我們來看,一打開之後它是不是就一個黑黑的而已 其實它有另外一個模式,您看一下右左邊這邊 有沒有發現這一個叫工作室模式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我會蠻鼓勵老師用雙螢幕會更好 蛤?不是只有打遊戲才需要雙螢幕 因為雙螢幕,如果你有雙螢幕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一個螢幕,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分成左右兩個 也就是說我可以在左邊,這是我真正要廣播 就是串流也好,或真正錄影的畫面 右邊是我準備的畫面 這樣您了解意思了齁 這樣是,工作起來你會更順暢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只有一個螢幕,也沒關係 也沒關係,還是可以用 還是可以用齁,所以我把它先收起來 那我們先看一下,您看左手邊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叫場景 欸?這個場景就跟老師平常在看電視看電影一樣 我們一部電影,一個電視劇,會不會只有一個場景 一進到底的?不會,那是直播才有的 或是像我們講的那個叫什麼?就是 以前有一段時間在流行那個啊 就是有個人住在櫥窗裡面的櫥窗生活啊 以前有一部電影叫楚門的世界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的 有這樣就是,住在櫥窗裡面吃喝拉撒,所以大家都喜歡看 奇怪 那也是 所以,場景就有點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比如說我們現在在教室 然後另外一個場景我們可能是在哪裡 可能在海邊 在山上,有沒有 在餐廳 所以,場景就是這樣的概念 那我們現在呢,只有一個沒有關係 我們就一個而已 然後從右手邊這邊,是不是有來源 你就可以來選擇 那你從這邊呢,我們可以去選擇一下 你有很多的來源 這些來源呢,可能是什麼? 來自一張圖片 也可能來自我們的視窗 也就是老師您的螢幕 比如說您要做簡報 欸,我把簡報投影出去 是屬於視窗的 某一個視窗 甚至呢,欸,我要抓我的什麼? 視訊 我們的網路攝影機 好,或是您的電視節目 假設您是透過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電視卡 電視卡 這樣直接接數位電視卡 進來的 也可以 或者是,我就把 我整個的顯示器上 全部的都顯示出來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只有單螢幕 這個就比較不適合 不適合 那當然啊 有些人他需要遊戲嘛 把遊戲的畫面就直接抓進來 遊戲畫面抓進來 另外你也可以自行加上字幕 有沒有看到這有文字 欸,我對 我為這個 來做一個字幕 所以我們現在先簡單一點 我們先加一個 您可以先加圖片 先加圖片 比如說我就從這邊 好 按確定 你就找一張圖片 把它放進來 當背景 那我這邊呢 已經有一些東西了 您可以看一下 在這裡 我的好像是放在 新資料角2 在這裡 我有這個 虛擬攝影盆練習的相關檔案 那老師如果需要我的 您也可以從這裡 我放在這邊 您回到任務這邊來 第一個任務 OB12相關的打開 有沒有看到這有練習 相關的練習素材 您打開之後會連線到我的那個雲端硬碟 它要求你 就是這裡有一個超連結 好 我就把它打開 您就會看到裡面的資料 那看您是需要圖片的 有沒有 這裡有一些場景 對不對 或者待會我們 會有 因為 有那些之後 也要把 講座擺好嗎 我有幫你把它去備好 哈哈 有幾個講座 還有羅馬柱 有沒有 這裡也有 那麼 您可以呢 欄目影片 待會我們會有拍 那如果沒有的 先借我們同學的用 也可以 這樣OK嗎 好 就看你要下載哪一個 那我這邊呢 我先選一個 比如說我們剛剛 在這邊對不對 開一個 好 確定 這樣有沒有 我的背景就進來了 可是因為我的背景解析度 我是用1920啦 所以 我們這邊解析度只有1280 所以我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把它稍微再縮小一點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場景了 那我可以把我加進來了嗎 當然你也可以加別的 來 我就來抓一個視訊來源 視訊的 各位 你猜我前面有幾台攝影機 平常上課 沒有在開記者會 沒有那麼多隻嘛 這兩隻 這裡還有一隻 這裡還有一隻 三隻 三隻齁 但是 我有留一隻 因為你現在看到只有兩個 三個 一台是不是這個 一台是這個 所以我保留一隻 因為如果那隻 我有一隻還在這邊 如果那隻我有用的話 這裡就叫不進來 我用視訊擷取 好 確定 你看它會抓到三隻 有沒有 這裡有三個 對不對 這裡有三個 那我現在呢 是用這一個 這個是沒有在用的 好按確定 沒有進來 視訊 難道我抓錯了 這個 這個 這個是我現在正在用的 這個 好 來 我知道了 因為我這邊忘記關了 這裡有關掉 好 重新 不好意思齁 重新再把它 這裡 我先丟掉 因為如果你 那個 別的程式在用的話 它就沒辦法 再叫它出來 有沒有這樣有看到的 但是你要知道喔 請問這兩個 有哪裡不一樣 隨便弄幾話 你覺得兩個哪裡不一樣 角度不一樣 遠近 遠近不一樣 解析度不一樣 解析度不一樣 哈哈 不一樣 我跟你講 只猜猜有沒有廣角 你有沒有覺得 左邊這個人 是不是比較小 應該說比較大 就是說 相對 因為能夠拍到範圍 是比較小 所以人看起來比較大 所以人看起來比較大 那右手邊的是 可以拍到範圍比較廣 相對的人 是不是看起來比較小 知道 老師為什麼嗎 你們 手機都沒有裝這個嗎 蛤 應該有的人 手機會有裝一個東西啊 我把他擺到那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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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這被我拿起來了喔 有些不是 你們沒有發現現在很多人都喜歡自拍嗎 常常手不夠長 會買一支那個叫自拍棒對不對 但是沒有買的 你有沒有發現自拍頭特別大 他就會去在後面的鏡頭 再買一個叫做廣角鏡啊 順便有的會加一個美膚的 哈哈哈哈 所以這就是廣角鏡的效果嘛 所以你如果自拍的話 自拍的話 其實真的頭就變得比較大 因為沒有廣角的話 就差比較多 這樣OK啦齁 好所以我用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是幕後花絮嘛 右手邊待我這個是做對比用的 左手邊這個是待我直接就進去的 那我就來確定 請問這樣有沒有人進來了 有沒有 當然我現在的話是半身 半身 所以我後面這個 我後面這個幕 這樣其實也可以錄影 也可以錄影 只是你覺得說很明顯的這樣 就好像一個東西貼在這裡嘛 沒有人說這樣錄影不行喔 只是我們要求比較高一點的話 最好準備一個木在那邊 那這個時候呢 我可能要坐下來 效果會比較好 因為我的木不夠高 來吧 這個椅子 喔這個總裁椅 總裁才能夠做的齁 來 我這邊這樣 把它稍微放過來 我真的只有這個課程會帶曬衣架 我其他課程真的不用這麼麻煩 還帶曬衣架 好 那我是這一顆 所以我把它稍微往下一點 有沒有 這一顆齁 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那我就把 當然我要盡量怎麼樣 這邊要過來一點 對不對 好 可以的話我會盡量把它塞旁邊 把這個後面是不是布滿 可以齁 上面差一點點沒關係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您看這樣子 我在這個上面 把它加上一個濾鏡 其實如果您曾經用過那個 會生會員或威力導演 也有去背的效果 有沒有 可是那個是真的是要後製的喔 我們這個是即時的 所以電視台跟我們只有差一個地方 錢不一樣 它真的有花比較多錢 所以電視台做到是即時的 哈哈 我們以前用這個威力導演啊 或像我用那個 FFF Adobe的 都是做後製嘛 但是現在我們用OBS 就可以做到 好 來 那我們就加上一個濾鏡喔 您看一下我加一個濾鏡 那你可能要稍微把這個畫面 視窗稍微縮小一點 不然它下面這裡看不到 好 您看下面是不是有一個叫做特效濾鏡 特效濾鏡喔 來 我就從這邊 有一個叫做色度鍵 色度鍵 好 這是 你只要指定好 你的 這種木是什麼顏色 就可以了 我就把它進來囉 確定 綠色是不是綠色 我們一般現在拍電影就是綠色跟藍色 這兩種 喔 有點可怕 對不對 那沒有關係 您看這邊 這裡 有三個選項 待會呢 您就針對這三個選項 當然 這個前提是您要有網路攝影機啦 所以我前面這兩位老師 待會藍幕到你家 但是這位老師我得說一下 藍色 小心您 待會會只剩頭 跟手腳 因為藍色會被去掉 這樣OK嗎 OK齁 所以 待會呢 您針對這三個 由上往下去做調整就好 好 這三個屬性齁 你不要從下面調上來喔 從下面調上來效果不好喔 我先調一下 這樣 你一定覺得不OK 對不對 其實你稍微看一下我們這裡 已經有模糊在上面了對不對 但是這樣是做那種 哈哈 所以呢 來 我就從上面喔 這樣有沒有清楚一點的 有沒有看到去背一點的 有了齁 只是 其實好的話 我是要站高一點的 嘿 這樣子 這樣子 那我第一個相似性就調穩了 再來 旁邊 其實因為我這個木 這樣我們現場的燈光也夠 所以其實 下面這邊平花度啦 那些其實就還好 有沒有發現 我們的總裁椅還是可以繼續留在 讓你坐著 我這樣轉也沒關係喔 可以嗎 哈哈哈哈 這樣是不是即時的 那 顏色的這個溢出 如果你變得比較 有沒有變黑白的 所以 昨天柯南 跟 前天的柯南 老師有看嗎 猛猛的 哈哈哈哈 他在最後的時候就有那個顏色的問題喔 來 這樣子 哇 因為我的木是沒有剛剛好 沒有關係 稍微把旁邊裁切一下 我偷偷按一按鍵喔 我們切進哪一點 這裡 有沒有切進哪一點 這樣我們可以開始做新聞報導了嗎 蛤 哈哈 我好像還要再加個椅子 講桌進來對不對 我再加個講桌看看好了 齁 有沒有也是圖片 可是這個圖片也是一樣 老師有沒有用過PMG的透明圖 欸 我們在網頁上來講 欸 我們右手邊是默默花絮喔 這樣 這樣會不會很快 哈哈哈 使用前使用後啦齁 所以反正沒關係 來 我們就再把我們的這個 講桌 來 看多一個 你覺得看的比較滿意的 好 比如說這一個 好這一個 好放進來 我有做倒影喔 好 我有幫你做一點倒影 倒影很簡單 上下顛倒 就做一個 好 擺來前面 這樣 我們就可以開始報導了吧 不要逼我的東西 還要放到上面來喔 我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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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是看不到滑鼠 可是我可以這樣動 哈哈哈 這樣還OK嗎 欸 比如說我們現在來上這個課啦 你看 這個東西 但是這樣看的話是不太清楚 對不對 你可以再把我另外一個畫面抓進來啊 我說這個畫面 假設我要抓進來 是不是也可以講解 對嗎齁 那這樣子 有沒有 不用進虛擬秤盆 以後照相館就不存在了 現在已經沒有照相館了 不是嗎 只剩幾家了齁 所以 其實這樣子 你看 即時的 軟體 我們的電腦 就是一般電腦 其實就可以執行到這樣的程度 不用說一定要以前的這種 所謂的工作戰型的 當然不可否認啦 就是如果有工作戰型的 你可以做更多嘛 可是我們這樣子 是不是就蠻符合我們需要了 那你就可以再看 你有沒有哪些內容 比如說 我右手邊這邊 我可以畫一個電視畫面啊 像電視我們報導新聞啊 一樣啊 你就可以放影片也好 放圖片也好 也是OK的 這樣 老師有沒有覺得有點FU了 有了齁 那先請老師試看看好不好 您如果說 因為現在沒有 只有兩位老師有那個嘛 您可以先這樣 待會呢 我們現場錄製一下可以嗎 老師願意了齁 我每次都犧牲攝像 每次都要我先上電視 讓大家看看說這樣 欸 待會兒這個總裁也要給你做耶 哈哈哈哈 啊沒有 因為你們跟我做一樣的齁 哈哈哈哈 好 您可以從這邊 如果您暫時沒有先從這裡抓 好不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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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